我们回到台北股市 台股近日最重要 带你来看的是 外资在今天可以说是小买 那么股会脱扣 外资对台积电倒是 在今天偏多操作 台积电在今天喊到破千 今晚会说嘴巴喊多 但手在卖的外资 我好好查一查 而投信作账出现了两极化 在今天投信持续买 所以已经是连34买了 但创为创新高 博之却打到了跌停板 钢铁在今天取代了 航运成为传产的主流 中钢创新高 而且钢铁股在今 有7家亮灯涨停板 好在今天又再度传出 停电的消息 跳电的消息 那么这次凶手是谁呢 是小鸟竹巢的树枝 不小心掉下来 哎呀又跟小动物有关了 而涨价股失灵了吗 航空股伤尾盘 记忆体出现长黑走势 稍后一一为您来做解读 台北股市在今天 是量缩上涨103点 占过了17500点 但新台币则重贬了1.27角 投信虽然是连买 外资却大卖台积电 这段时间大卖台积电 尽管会说什么呢 我要好好查一查 为什么外资 很多却大卖 据说锁定的是花旗 所以我们等会来谈谈外资 好我们回到外资在今天呢 量缩股会脱钩 外资和台积电要破签 现在回头又把目标价 往上提高来到破签了 我们请照例带我们来看一下外资 外资在今天买卖超怎么看 对没说我想今天外资的部分 终于有稍微回心转意了 买超千万 但是买两亿 两亿 对啦 买超两亿 那也不错了 之前有说卖三四百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买超的部分 当然有中钢 第一名是中钢 然后反一的部分当然是避险 另外连电的部分 有可能因为看格罗方的 从低点到现在 大涨 大涨 涨了大概70%以上 今天连电消息是 美国又再跟我们招手了 没错 请连电去设厂 没错 华航以及中红钢铁台经 国泰经 包括长荣 好 这里头我想 值得关注的是中钢 因为在刚刚稍早 我们谈到铁矿石的报价在上涨 在今天外资又买超第一名 对 没错 我想中钢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股价来讲的话 也呈现创新高的走势 另外 你像2014的中红的部分 其实今天外资也大买 股价也是呈现创高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 第一个铁矿石的上涨 那最近来讲的话 其实钢价的部分 报价也都呈现上涨 那我觉得钢价的部分你看 有月盘价 有季盘价 有周盘价 其实最快的就是风鑫 所以现在如果喜欢做船长的 是不是应该要 汽航运救钢铁 我觉得钢铁的部分 现在的报价 理论上还会往上涨 因为目前风鑫的月 它是周的报价 中钢有时候是月 报一次有时候季 所以你就看2015的 风鑫的部分 所以你看风鑫里面 对 一定也很强 所以钢铁挡挡挡的创新高 对 所以你就看它 假如等到它月的报价不会涨 比如费钢不涨 比如说在所谓钢筋不涨 那有可能当然 就会来到相对高点的一个位置 好 我们都要投票 到底钢铁能不能追价 不过在今天 如果要谈外资 最最重要的仍然是台积电 我们回来看台积电 今天最重要的消息是 花旗喊台积电喊到1052 突然之间又看多了 对 股民听了就说 你连买18天我就信 不然你嘴巴喊多 你真的会买吗 因为之前那喊破签 对 其实是在卖的 所以尽管会说 我要好好查一查 你每次喊得那么高 但你其实是站在卖方 要好好查一查外资 对 没错 我想今天的新闻 当然就是花旗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花旗是在2月份 等一下我有做资料 让大家看 其实她在2月份 就已经喊了1052 她只是今天在重申而已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她喊 从今年的1月份 1月1号到现在 你知道外资 其实对台积电几乎都偏多 目标价都一直一直喊 喊到你看1000多 结果 对 但是筹买 卖 卖的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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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卖 对 今年卖到今天 大概卖了45万张 你说多不多 很多啊 就这样子 从1月1号卖到现在 所以你看 股票就一直跌 一直跌 那当然他们都说 基本上没有改变 可是心口不一 股票一直在 你就是今晚会怎么查 人家外资可以说 我这个报告看的是未来 未来还会到1000多 但眼前我要提款 你能拿它怎么样 一般的报告基本上都12个月 并且外资跟大家报告 等一下我们有花期的 因为这很多 外资分很多 我的意思说 全部是卖45万张 等一下我们针对花期的部分 从今年来大概卖了多少 好 我们都会再来看这个部分 但是高盛在今天 有特别点名 荔枝和南点 他说荔枝南点 有望几身新千金 这两档个股在今天强势 对 没错 这两档今天都很强 荔枝共的涨平本 对 历势的部分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等一下我们会做图表 其实在高盛 因为今天又重升 其实它之前是降目标价的 往下降目标 所以你可以看到股价跌 那今天又重升 那个目标价 所以大家因为跌怕了 跌升了 你知道 忘了 看到那个新闻就很high了 所以今天大家就下去抢 那南点的部分来讲 当然今天股价也相对比较强 其实我有做一个 南点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 高盛给它本益比 相对上来讲是很高 那等一下我们来做说明 那台积电其实在2月12号的时候 其实你看一下 外资券商就是花旗的部分 它就已经重升目标价是1052 其实在2月12号就有了 只是说今天 我们证据在这里 2022 2月12号 它就说1052 对 其实它已经重升 只是它在2月1052的时候呢 到底有没有买呢 对 没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花旗的部分 花旗玩酒 你可以看到 2月份以来几乎都买 没有买 没有买 你看这个就知道没有买 你说我 我说1052那是未来的事 对啦 那是12个月的事 那不是这两个月的事 所以 你也没办法拿它怎么样 对啦 你没有办法怎样 好 那南点的部分 好来 我刚刚所提到 你看一下 这个是所谓高盛的部分 它拜就是买进 在3月8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预估的EPS32块多 当然比大家多 可是没有多很多 可是你看到1150 32块1150给的 本益比35倍 这里面的国内的券商 基本上很少超过30倍 不要35倍 所以它给的本益比非常高 对 非常高 非常高 那你觉得1100多块 我是觉得你看一下 他们的国内的 有700 有590 500的 你说差那么多的状况之下 我是不太认为 真的会1000多块 可是因为这个消息 真的嗨了 大家嗨了 确实让股价有激励 对啦 就激励一下 好 那立志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当然立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今年的预估的EPS 那高盛的部分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 高盛的部分 其实这个地方 它有进行调降 它这时候的目标价是1200 这是1200 在2月份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又是高盛 你看它是下修到1030的样子 就是说它的目标价 它是往下修的 那今天的报纸写的是 下修完之后的重申的目标价 1030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之前立志的股价 跌下来之后 那今天因为大家忘了 之前是下修了 所以又看到1000多块 结果大家又下去买了 结果股价 因为跌深了 氛围也比较好 所以大家去买了 就出现了掌停板的一个走势 所以立志还南店 你认为 外资现在看得这么好 我们要跟进吗 我觉得 我觉得目前来讲 因为氛围小 我们要不要做多呢 我觉得OK的 可以做多 对啦 但是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想说南店真的会1000多 不要想到会上去 立志会1000多 但是做多是可以的 短线上 因为这些说真的都跌深了 你可以强强反弹 这个是OK的 好 强反弹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所以我们带你来关心的是 外资到底现在 琢磨在什么样的族群呢 他在今天已经回头买超 虽然买超数字很少很少很少 只有2亿 那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出 他整个操作的脉络 已经不同了 对 没错 我想外资的部分来讲 你看一下 当然中刚 我想就不再多 开始买传产 对 传产的部分 原物料股 其实他们的一个逻辑 我觉得蛮简单的 就是说 第一个股价没什么涨 第二个因为现在原物料 上游的原物料报价都在高档 所以这一些产品的部分来讲 应该都有机会去反映 报价在高档 它的成品的一个散发 所以它的这个地方的利差 它会有扩大的一个迹象 所以原物料股短时间 确实它比较容易呈现 震荡走高的一个态势 那见顶的部分是 外资在最近也买超过比较多的 电子股当中是比较少 那我觉得见顶 它的PCB 那本益比低 这个就是说 它连续三年都赚了11块以上 那目前的股价133.5 算相对上来讲 你看很稳限就是本益比低 那股息其实大概预估今年 也有5%以上 所以它就买 那波动比较小 我想大概电子股 它是往低本益比的方向去 好 我们回头再来看台积电 在今天收盘的报价 台积电我们看一下盘中走势 在监视收在586 等会来问问观众朋友 现在金管会要查外资了 外资会不会认真买给金管会看呢 所以这个时候到底能不能买台积电 586的台积电可以做多吗 请举牌 金管会要查外资 那外资这时候还 我们来看1234票圈 好 刚刚也特别谈到了中刚 我们也来投一下票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 也要转换投资思维 把传产的比重提高呢 那么中刚是不是首选 怎么看中刚 中刚能不能适度 在短线上做追价呢 请举牌 144票圈 我们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看完了外资之后 警戒带你来关心的是投信 投信连34买 不过现在作账出现两极化 有个股创新高 又有个股打到跌停板 等会好好来解解 那么稍后当然要来解解 钢铁股有没有可能取代 航运成为传产主流呢 我们来看投信 我们请政协带我们来看投信 投信在今天仍然持续买 买的第一名跟外资有之一桶 买中刚 第二名买中红钢铁 而且很明显的开始压宝在原物料 中红 中红 旗红 长荣航空 包括汉磊 大成纲 群创 朱信金和友达 原物料你看光光钢铁股 就占了三档 我也说过了 面板股就是电子股的原物料 对不对 所以我也跟大家说 整个钢铁股的走势 为什么我们刚刚刚的举圈 因为投信跟外资 都看好这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个部分 应该是大家有志一同的往上走 群创跟友达 我认为底部也比较低 所以我现在决定 投信我跟他们继续等 决定在哪里 不在获利 在位置 好 位置 高位置的公司就有点担心了 到底什么样的位置 他会继续坐 什么样的位置呢 他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下车 也就是结账 先讲 上个礼拜因为每天都爱讲新豪客 因为投信一直买一直买 买到哪里 投信有点挑生怕怕 今天投信还买金豪客 但群姐你知道买几张吗 买几张 三张 三张 大幅的缩水 为什么 因为到了前高的压力了 这个光洁相信也是 这阵子讲不停的股票 到今天为止 说今天投信一直在买 今天投信买几张 零张 为什么 群姐看到了吗 所以遇到前波高点和压力 他们并没有企图想要冲过去 第一种叫做 遇到前高我不买了 那这个你要小心 下车 因为有什么 前面的范本 第一个我们看到今天博制 冲高过后 越买越少有没有 其实把握跌停 为什么越买 因为投信是什么 恐怖情人 这个翻脸跟翻书一样 今天投信卖了六百多张 所以我知道跟大家讲什么 什么时候决定 会不会有创委的命 或是跟这种成龙 成龙在这里 为什么变成恐怖情人 今天有没有发现 一模一样的位置 常常也变恐怖情人 对 一模一样的位置 连连三天嘛 他的位置在哪里 跟这个一样 遇到前高的时候 投信就会开始抉择 如果他跟创委一样 我依然跟你不离不弃上去 那可能还有一个波段创新高 但如果遇到前高 他就觉得 压力排山倒海而来 这个时候他到了我们家 陪他一起卖掉 好 那什么样的个股会继续做账呢 那有一种呢 我刚刚想到 刚刚这个 我跟赵立正英雄所见的 因为立志是最近 大家一直在讲的股票嘛 我说 在礼拜四我跟大家讲 投信被迫砍到低点 因为我说位置最重要 投信被迫砍到低点的人 他就没有筹码命的困扰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 就容易出现反弹的走势 像立志 你们看 投信最后一天卖到最低点 然后说反弹就反弹 就叫金鸿 金鸿 同性也是卖到最低点以后 所以我们看投信 要看筹码面 他第一个 他如果在过高的时候要关心 如果他反手卖出投资票 他反脸跟翻书一样 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钢铁真的有可能取代 航运成为传产的主流吗 在今天不止中钢创新高 有七档钢铁股量等涨停办 那稍后要好好来接解绿电股 因为今天又停电了 又是小动物惹的祸 好 我们来看钢铁 钢铁股怎么看呢 钢铁股会是一日行情吗 还是有机会扮演传产主流 钢铁每个人都会要看中钢 可是中钢毕竟比较温吞 我跟他 整个钢铁的气势在哪里 你想不到 不是钢铁股 叫加隆的公司 你会发现 只要加隆往上涨 钢铁股就往上涨 所以钢铁到底能不能延续气势 气势在这里 所以只要加隆反弹 钢铁股就反弹 气势在这里 因为东方跟中铁的股本比较大 所以我都气势在这里 在加隆还涨停 代表钢铁还有 钢铁的气势在这里 好 钢铁我们分成四个族群来看 第一个来我们知道 H型钢的一个代表 今天海光涨停 在这边钢筋里面 我认为东方 丰心 都是比较适合大家定存族的最爱 因为它比较不受国际钢家的联动 它受到自己台湾的影响 第二是中铁 中铁今天已经过关了 而且它在法人的加持下过关了 就讲 我刚刚节目我们讲过 你看 它过前高是靠法人 法人继续在加码 我认为它有续工的一个力道 如果稳健型的投资票 可以考虑到中铁 可能会细火慢炖慢慢上去 所以钢铁股里头到底哪一档最好 中铁我觉得稳健型的投资票 可以投资这个 2014的中铁我们来敲一下 在今天是开高震荡收高 大涨7.39% 从日期限的角度来看 它是在创新高 而且它是缓步往上 更重要的是外资投资都在买 在外资投资过高的时候 投资没有打算获利绕结 投资干嘛 持续加码 所以我认为稳健型的投资朋友 在炭钢的族群里面 可以注意到的是2014的中铢 好 我们来投一下票 到底钢铁股我们应该短打呢 还是应该用波段的角度来操作 认为应该短打的给差 波段角度操作的给圈 请举拍 因为过去钢铁股经行一月行情 好 我们来看到 有四票认为有波段行情 一票差来 赵立为什么给差 我觉得现在来讲 短线不是一天两天 我觉得可以一个礼拜这样子 类似一个小波段这样子 可是长期还是要干 铁光砂的一个报价的一个部分 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带您来关心的是 在今天跟电有关的个股 在今天绿电这一档个股 已经连标四根涨停板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今天又有停电和跳电的消息了 而且这次是谁呢 这次凶手是小鸟竹巢的树枝掉了下来 怎么每次都跟小动物有关 所以政院说要砸千亿就停电 相关的概念股有多少机会呢 那么稍微要来解的是涨价股失灵了吗 航空股为什么杀尾盘呢 记忆体为什么出现长黑呢 不过我们先请音量帮我们来解解 跟电有关的个股 是的 今天当然你看到就是说又停电了 对不对 它又是小动物啦 鸟巢的树枝掉下来 导致上千户停电 壁虎啦等等 反正台电最近一堆 松鼠啊 鸟巾 但是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说 我的观察台电的螺丝真的是松了 因为小鸟造成的这个电极事件 其实可以装这个驱鸟器 但为什么前面不装 你看竹巢害的嘛 然后壁虎呢 壁虎 造成跳电 反正都是小动物啦 都是小动物 所以你这种过度频繁的提电 你一直把小动物搬出来当挡箭牌 其实民众的观感是怎么样 一定会反感 今年又是选举年 所以政府必须要有一些作为 所以我上个礼拜我来到现场 我就跟大家讲说 政府其实有计划 要这个拨1000亿来做这个电网的改善 所以我们当时提到什么 中兴电 是 你看中兴电这一波股价走势 很强 很强 这是季线 因为现在能够走这种 季线之上的股票不多 但是你会发现它完全不受影响 那它是做什么的 变电所跟生涯站 它的市占率是85% 所以电网改善的话 它一定受惠 再来什么 大雅的部分 大雅就是什么 专业的电力电缆的供应商 电力缆线的部分就有它供应 然后再看这个雅力 雅力就是台电变电盘的供应商 你的电网改善 它一定也怎么样 也会受惠 所以你目前可以看到说 跟电力有关的这些概念股 都在季线之上 完全不受无二的影响 而另外还联想到什么 联想到这两个股票 叫巴斯斯林的绿电 因为每一次停电 就会造成有些电器的回损 这是目前市场的说法 所以绿电做什么 刚好做这个废电器回收的 你会发现它最近股价很强 今年以来已经标到160% 刚刚蔡总讲了 族群最强的是钢铁 但是单兵作战来讲 最强的就是绿电 今年以来已经标了160% 然后它今天又涨停之后 它把什么 把这个大家以为这个 只有跟这个乌二战争有关系的 金价概念股 以为没戏的你知道吗 可是它发现绿电在涨 也把回收概念也带上来 甚至把金价底也带上来 所以这些股票 开玩笑讲说 是跟这个废电力有关的 因为停电造成毁损 但是实际上来看 它们在涨什么 我觉得还是跟乌二战争有点关系 因为整个目前 油价的飙涨 已经让很多国家 每一趟发电成本也高涨 所以发电成本高涨的情况之下 提炼原矿的成本就会增加 所以就少采矿了 少采矿的话就注重回收 第二个乌二战争也把金 银 铜的价格给带高 所以回收这块来讲 成为这金的避风港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绿电的部分 其实它主要是做什么 铁的回收 铜的回收跟铝的回收 国内的来源就是来自于 国内的废气家电 由12家国内最大的电气供应商 合资成立的一家公司 它去年的EPS来讲 它1.37 其实还不错 那是今年最标的股票 那我们看加龙的部分 也金 铜 习回收的部分 但是加龙它确定在哪里 在这个 它还赔钱 还赔钱 那不用不用不用 那它跟这个金价联动比较高 这是它的特性 那我觉得可以注意这家公司 叫做金益鼎 为什么 因为它有铜 金 银 还有靶 靶靶跟俄罗斯有关系 所以靶靶最近这个价格也在飙涨 那你说它有没有废气的家电回收 有 那它有没有半导体回收 也有 那它有没有赚钱 有赚钱 它赚2.7 其实这是这三档里面 最赚钱的一家公司 而且它也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含金的这个固料都它做回收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技术面 好 我们看它技术面来讲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绿电 这一波 绿电是不是已经变成腰股了 这已经变腰股了 它是目前最腰的股票 就是它 那你可以发现它的特性就是说 这叫买卖加速差 买卖加速差为负的时候 代表说这个筹码集中 在扫户的券商手里 你看它标展前面这一段 这一段有没有注意到它是负的 所以你会发现股价就飙上来了 那你看金益鼎也有相同特色 金益鼎在这个阶段里面 这个买卖加速差都是为负的 所以代表说这个阶段 大户还在做吸筹 从来集中到消息 对 这已经飙了160% 这个才20%而已 那题材又差不多 我觉得会有机会 而且它还多个题材 什么废太阳能板的一个处理 要做这个回收 因为接下来就是绿电发展 太阳能风力发电 那台湾2023年的时候 大概可以回收 一万吨的这个太阳能废弃板 那谁可以回收 只有它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 应该也有跟绿电也有关系 跟这个回收有关系 这样的股票我觉得 涨势落后是可以注意一下 好 所以我们来投一下票 本来上次我们说 我们要不要买买锄电 锄能相关概念股 当时我们担心 我们现在买了 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停电 买来等听它停电 好像也没有道理 但没有想到整天都在停电 突然停电变日常了 三不五时早上起来 这边有停电的 没有停电 当停电变日常之后 跟电相关的概念股 是不是反而机会越来越大呢 请举拍 好 所以 当停电变日常之后 本来我们以为是 偶发性的利多 想不到它变成常态性的利多了 台湾今日最重要 带你的关系的是涨价题材 涨价题材在上个礼拜很夯 但难道现在涨价题材 已经失灵了吗 最被关注的应该是航空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谈到 那个票价要大涨 现在我妈那天跟我说 现在到日本去玩 据说机家酒要七万五 七万五去日本 所以就可以想见 后续的票价一定是一路往上涨 但涨价题材好像失灵了 因为今天大盘 供到了半年限 但量说 今天只有两千五百亿 所以少掉了五六百亿 所以大家对明天 开始有一个想法 大概像这一种波段 涨幅已经两成的 但没有进一步的利多 可能有人会调解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航空的长龙航 华航 到华邦店 这个大同都这个情况 那这些就是涨了二十个百分比 那今天有没有人带头卖最重要 有没有人带头卖 对 我们看到华航 这个波段都已经两成了 我们画到这个现行 华邦虽然没有两成接近 大同是两成八 我觉得比较这个 可能会率先下来的 应该是这个以利店 因为以利店的话 这个基本面并不是很好 我们看2497的以利店 然后看一下外资 外资其实在这个 最近的这三个交易天 已经呈现了一个调解 这三天已经调解了 但是刚才的2610的华航 因为是油价反弹 而且现在大家坐不住 万一油价真的给它上去的话 当然会压抑这个航空 但是今天外资并没有卖 卖超华航 所以明天再看看 这个没有利己的危险 还没有利己的危险 对 但是我们看306金豪科 3006 金豪科这个波段 其实已经涨了快 所以这个有利己的危险 因为今天外资开始大卖了 开始大卖 那为什么 因为波段的涨幅太大了 所以已经开始调解 但是华邦虽然涨幅 有达到接近两成 但是外资今天 也还没有利己的危险 所以要注意一下 外资有调解的话 波段又满足了两成就要小心 好 所以所有的答案都在筹码